嗨,大家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占卜的内容呢,也是很多小伙伴们催更了很久的 我能不能找到我自己心仪的工作呢? 它的大概的一个时间是多久多久呢? 然后呢,面前还是有三组牌 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三组 请根据你的第一直觉或者是感觉 也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个指引物呢,进行一个选择哦 然后还没有选择出来的小伙伴们可以暂停一下屏幕哦 然后话不多说,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吧 嗨,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如果说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呢 也可以找到工作,只是会稍微往后推一点这种感觉 你最好是通过你周围的人际关系啦,朋友圈啦 或者说你自己什么爸爸妈妈认识的谁谁谁这种感觉 会很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因为这边都有很多那种人际关系的影子在里面 包括说沈玉卡呢,他自己也是说明的大概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说,当我自己想要公众我自己的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 我相信宇宙会给我想要的那些东西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而且这个权杖三呢 他也代表着一个人际关系那方面的一个意思嘛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向你周围的一个人脉圈透露出你自己想要找工作啊 换工作啊,这种想法和意愿呢 如果说你靠你自己的力量的话,也可以啦,也可以 但是这张权杖十呢,就代表着 可能会稍微晚一点 可能会稍微晚一点,这种感觉 我还是建议你就要通过人脉的力量,会稍微好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时间 然后跟我一起冥想哦 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 多久才能找到自己心意的一份工作呢 土星,射手,一工 那我看一下啊,就这一组的话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想当老师的,对吗 或者说想当什么,宗教方面的,司法方面的,旅游方面的 我想一想啊,旅游方面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嘛 或者说跟一些什么教育方面相关的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啊,这种感觉 其实我看到的话,还挺快的 那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数字,数字是二 啊,可能是二月,可能是两个月后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之类的在看这个战末 那就可能是两年啊,这种,就以此类推 这种感觉,那我还是建议就是最好在你自己想找工作的时候呢 还是依靠一下你周围的那种人脉圈嘛 啊,你多问问嘛,对不对 你就在朋友圈说一下呗,这种感觉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射手他其实也有那种啊,扩大范围的意思嘛 啊,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很着急的话 就还是最好最好跟你周围的那些朋友啊,什么亲戚啊,提一嘴这样的 会有很好的收获的啊,就按照目前的一个趋势下去的话 就要不然是明年的二月,要不然是两个月后 也就是明年的二月 所以说二月是很有可能的啊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提前一点呢,还是利用一下人际关系 好吗,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来说是有所帮助的 好吗,然后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 嗨,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答案呢,一定是可以的啊,一定是可以的,而且是可以通过你自身的一个努力能够找到的啊,最后找到的这一份工作绝对是你自己所欺想的那一个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神域卡嘛,等一下啊,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神域卡,它大体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让宇宙就赶上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啊,关键时是一个宇宙,宇宙和梦想 只需要这样记住,它会给你带来你自己想所期许的每一个结果哦,这种感觉 而且在这里呢,几张牌,一张是星币王后牌,一张是星币六,一张是星币骑士的逆位牌,还有一张权杖四 其实这几张牌呢,在一起呢,你也不要去管什么星币骑士逆位是不是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它只会代表着你有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冲劲在里面 就不会说像星币骑士本来那么稳定的一个力量 因为已经足够了,前面两张牌一张牌代表着你自己所拥有的 一张代表着你自己会获得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你的内在动力,你可以这样去想 最后就是你获得的一个结果哦,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自己就不用担心哦,这一组的话是绝对可以的 然后主要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时间哦,好不好,看一下哦 看一下,海王,射手,石工,我觉得很快了,这一组 也就一月左右啊,一月左右会有一个消息出现了 一月左右会有一个消息出现,真正的属于你的好消息哦 那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很有可能也是什么跟水相关的一个工作啦 对,跟情感方面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说一些跟艺术方面的啊,就是艺术啊,水啊,什么护士啊,之类之类的啊,什么化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往那边去延展,就太多了,就不举例了,包括心理方面的也是在这一组 啊,有一些什么跟,什么剂量啊,什么化妆剂量啊,这种东西的也算 啊,就是跟水啥之类的,之类的,这一组 一月份会有一个好消息出现呢,那如果说你现在还小啊,就可能是一年或者是十年这种感觉 啊,就依次累推,因为一定有很多小伙伴们啊,觉得好奇,所以说点进来啊,这种感觉 那近期是,你们是肯定没有的 如果是近期在急迫的寻找工作的话,就是一月份 因为看到的就是一个一啦,对,可能是一月,也有可能是一个月后 但是因为现在是十二月嘛,所以说就是一月,好吗,耐心的等待 我觉得很快就会来了,很快就会来 只是在这段时间呢,你不要去思考一些很有的没的 你就专注在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上,去加强努力就行了 好吗,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到你一些建议和帮助吧 好吗,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收藏评论 然后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 嗨,欢迎选择第三组的小伙伴们啊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所需求的这一个工作类别呢 其实并不是你最后工作的那一个项目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很伤心哦 因为我觉得之后的那一个工作类别才是你真正合适的 你现在所期许的这样一个工作类别呢,并不是真正适合你的 因为我看到如果说你依旧坚持要去走这条路的话 可能经历的波折会多一点 因为命运之轮的逆维排和权战五的逆维排嘛 代表着竞争很大啊,而且波折挺多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很有可能在那个,就是你进去了 但是那个工作岗位里面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奇怪的 不太适合你哦,这种感觉 嗯,所以说在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工作类别 它就可能跟你之前所需求的这个工作是有点差别的啊 是有点差别的,但是呢它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会让你在那个工作里面大放一彩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你也不要感觉到混乱了 不要感觉到混乱 就是出现了机会你就去把握就行了,知道吗 而且这个沈玉卡呢,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所讲的一个意思呢,就是 会带来远远超于我需要的任何 啊,这个,这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哦 会远远带来你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自己呢 还是带着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态度 出现一些工作机会呢,可能跟你自己之前所设想的有点出入 但是呢,是不是那样的一个平台会更好一点呢 会更适合你一点呢 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不要尝试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这一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工作出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哦 好嘛,跟我一起理想一下哦 看一下哦,水星 这一组是跟什么信息啊,或者说什么交通啊 什么语言方面相关的吗 这一种哦,这种哦 这一种 那我看到可能要稍微晚一点点呢 因为感觉到过程当中是有点波澜的那种感觉 不过也不会特别晚了 我这边看到的是 等一下哦,我先看看 四个月 明年四月左右 因为我感觉到 因为是理想的嘛 因为我感觉到 甚至有可能你中间会有工作一次哦 甚至可能会中间有工作一次 然后因为人际关系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个因素而离职 然后迎来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这份工作哦 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明年四月 因为看到的是四啊 对,是四 反正怎么说呢 接受啊 就是吃一个开放性的态度 有啥工作机会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试一下 你就去试一下呗 开放性的接受 你也不要因为这一点去怕呀 害怕 哎,到底那个适不适合我 你要先去试了一下 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你 对不对 而且多一点人生的理念呢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 有更多的机遇呢 就是说 更多的经验积累呢 是能让我们快速成长的 所以说吃一个开放性的态度就好 好吗 然后也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也希望能够给你们相应的一个帮助和建议哦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